看看新闻榜 拍电影四日定制 惹观众议论纷纷 忙马年春晚 焚身乏术 冯小刚最近头有点大 小刚炮在原本应该习气洋洋的拜年现场掀起硝烟 冯岛本来就有心脏病 这颗急坏的徐帆 不停的在杨兰访谈里大吐苦水 我都有好几天没记住 哎呀我也觉得很心疼的 我说我们家这个人啊 就是忙忙忙 开会的时候也是 哎呦我说你怎么那么多会啊 我觉得就半年把一辈子会都开完了 真是有些心态 胡小刚在观众眼里是著名大导演 可在妻子徐帆眼里是相濡隐默的丈夫 啥都不在乎就在乎他身体棒棒 一次外国出差 冯小刚心脏病复发差点没力 可吓坏了徐帆 TCD都不会说的人 你就是一个哑巴 对于你来说是无奈的 你没有 你跳楼都比这叫人快 不懂英文 没有熟人 还好心理素质一向好的徐帆 关键时刻 安抚冯小刚 让他死里逃生 那时候就没有办法了 我只能跟他说 我说我呀 现在来耗耗你的脉 我看看你一分钟多少下 完了之后我就 其实他耗买是120多下 但是我跟他说 我说还行 八十几下 我说还行 你慢慢的 慢慢的 其实现在不慌 我说找不着人也没关系 大不了也就是心脏跳得快和慢的 我说还行